新手在学习编程的路上,一个躲不过的坎儿就是面向对象编程,也叫OOP。 它当然不是你让你对象做你对面写代码,就算面向对象编程了,但要完全理解它,难度不见得比找一对象低。 万青提示,本视频目的是帮你理解OOP概念,不涉及讲解具体的OOP代码,请用python做简单示范,语法讲解请听下回分解。 面向对象一般会和面向过程对比,接触对象之前,我们基本上都是在面向过程编程。 过程是负责完成某个具体任务的代码,基本可以理解为函数。 面向过程编程的核心,就是把要实现的事情拆分成一个个步骤,依次完成。 比如我们写给ATM的程序,要往里面依次存入50块和取出100块, 那就按照顺序写出这些步骤,并配合定义出存钱和取钱的函数。 假如我们还需要记录存钱和取钱是哪个ATM机执行的,ATM属于哪个银行,以及纸币的编号, 那就可以把这些作为参数补充上去。 这种写法没什么毛病,但如果还要记录更多性质, 比如ATM所属制行,纸币发行年份等,这些散落的数据,一方面会增加函数参数的数量, 另一方面,ATM有编号,纸币也有编号,这些数据在传参过程中混在一起, 并不利于我们理解其具体含义。 随着程序长度和逻辑复杂度的增加,代码的清晰度可能由此降低。 但如果我们用面向对象编程呢? 正如名字所言,相比过程,它以对象为核心。 面向对象编程,首先并不会聚焦于第一步是取存钱还是取钱, 而是模拟真实世界,先考虑各个对象有什么性质,能做什么事情。 比如,每个ATM都有自己的性质,包括编号、银行、支行。 那么我们可以提取出这些性质,定义ATM类,然后用类创建对象。 类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,类是创建对象的模板,对象是类的实力。 更通俗点说,可以把类想象成制造具体对象的图纸。 图纸上说,ATM可以有编号、银行、支行这三个属性。 那么通过ATM类创建出来的ATM实力, 无论是招商银行南远支行编号001的ATM, 还是中国银行北远支行编号002的ATM,都是ATM对象。 这些编号、银行、支行则是不同ATM对象各自的属性。 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式,把纸币类以及通过纸币类创建的两个纸币对象也定义出来。 现在,这些对象就可以直接作为参数,传入存钱和取钱函数中。 你可能会说,且慢,虽然现在参数是少了, 但多了两个大坨定义类的代码,这不是得不偿失吗? 面向对象除了能让参数更少之外,用对象把相关属性绑定在一起, 还有利于让程序逻辑更加清晰。 比如,虽然ATM和纸币都有编号,但我们用ATM1.编号获取属于ATM1的编号, 用纸币1.编号获取纸币1的编号,这能让人更加清楚, 性质所属的对象是什么。 以及,假如我们存取钱的时候还要打印记录, 如果不用对象,那得把那一大堆信息参数传递过去, 但有了对象后,就可以直接通过对象来获取与它绑定的属性。 相比带着一大堆数据到处传,这会让逻辑以及数据的后续流动更加清晰。 除了属性之外,另一个能和对象绑定的是方法。 正如真实世界里,对象拥有不同的属性,并且能做不同的事情, 那属性就对应对象拥有的性质,而方法对应对象能做些什么。 还是以我们熟悉的面向过程编程先作为例子, 如果要执行洗衣服的任务,我们就按顺序写出这些步骤, 并配合定义出放、开机、清洗、烘干等函数。 可以看到,面向过程编程就像说明书一样, 一步步指导执行各个步骤。 而面向对象编程呢? 在这里面,人、洗衣机都是执行事物的对象, 人能放东西和开机,洗衣机能清洗和烘干, 所以这些可以作为类的方法被定义出来。 换个角度来看,所谓方法就是放在类里面的函数, 所谓属性就是放在类里面的变量。 定义好类之后,就可以通过类来创建对象, 然后让各个对象去执行这些方法。 相比面向过程编程直接聚焦于按步骤之心, 面向对象编程,把事物先分解到对象身上, 描述各个对象的作用, 然后才是他们之间的交互。 就正如知乎上有个答案说, 面向过程是编粘体,面向对象是记转体。 而且,对象不仅可以把所有相关属性和方法绑在一起, 结合方法和属性,还能够更优雅地处理复杂逻辑。 比如,如果洗衣机的方法需要用到容量这个信息, 那容量其实可以作为属性, 在对象被创建的时候就进行设置。 后面不管是哪个方法需要用到容量, 这个信息都不需要作为参数再被传入, 而是作为自身属性,可以直接被获取到。 通过这些例子,我们应该多少能感受到, 在逻辑或信息复杂的时候, 面向对象编程可以让逻辑更清晰, 信息更集中。 除了这些好处之外, 面向对象还有三个被反复提及的特性, 封装、继承、多态。 这三个词吧,虽然再也都认得, 组合起来啥意思却并不直观, 但没关系,我们一个个看。 封装表示写类的人将内部实现细节隐藏起来, 使用类的人只通过外部接口访问和使用。 接口可以被大致理解为提供使用的方法, 比如,如果有人已经写好了洗衣机这个类, 你其实只需要知道它有什么方法, 方法有什么作用,具体怎么用就足够了, 不需要知道方法里面具体是怎么写的。 这和真实世界是一样的, 我们现实中使用洗衣机时, 也是直接通过操作界面的按钮来使用, 不需要知道里面的原理, 也不需要钻到洗衣机背后研究电路板, 封装能减少我们对不必要细节的精力投入。 继承是在说,面向对象编程允许创建有层次的类, 就像现实中的儿子继承爸爸, 爸爸继承爷爷, 类也可以由子类和负类来表示从属关系。 比如小学生,大学生都是学生, 都应该有学号,年级的属性, 都要去学校。 可以看到, 这两个类之间的共同之处, 导致有很多重复代码产生。 那我们可以创建出一个叫学生的负类, 然后让小学生和大学生去继承这个类。 这样做的好处是, 负类的那些属性, 方法都可以被继承, 不需要反复定义, 减少代码的冗余。 多态指的是, 同样的接口因为对象具体类的不同, 而有不同表现。 比如, 虽然小学生和大学生都要写作业, 但内容的难度肯定不一样, 所以这个写作业的方法, 就不能直接定义在负类里面, 而是要分别定义在子类里, 否则, 大学生和小学生用的就是同一个方法。 那假如作为俩孩子的家长, 家里正好一个大学生一个小学生, 你要这俩对象写作业的时候, 其实不用管具体写的是高难度还是低难度作业, 都可以一视同仁调用写作业方法, 而他们会由于所属类不同, 执行不同的写作业方法, 这就是多态。 可以想象一下, 如果不用类的话, 还得用if先去判断崽子的类型, 然后手动调用不同的写作业函数。 面向对象编程的多态, 让你可以无需判断, 统一调用同一名称的方法。 但这也不是说, 面向对象就一定优于面向过程, 如果它全方位碾压面向过程, 那面向过程也不会成为另一个主流了, 只能说选择哪个, 还是取决于具体场景, 具体需求。 当然了, 如果你用的是C这种纯面向过程语言, 或Java这种纯面向对象语言, 那咱也不需要花时间纠结了。 那现在, 你应该对面向对象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概念, 有了更深的认知。 如果还不理解, 那就收藏一波, 回头多看几遍就理解了。 我们下个视频念, 拜拜。 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个视频道观看几遍的就是这样的解锁 AstroDI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